好,這邊我們現在看 在Maya裡面 我們現在這些joint取完名字以後 你先在front view 先選最上面這個關節 在front view裡面 我們現在看,拉到一邊去 其實我建議你 你做你的角色的時候 盡量腿打直一點 因為你的rigging問題會少很多 記得 我是跟你說真的 想要日子過得好一點 就不要為難自己 這邊切到措施圖 我們看一下,這根關節的位置真的好嗎? 是還可以 通常這個關節位置應該是落在這個斜線上 這個斜線上 我好像有點弄高了 那你關節個別要調位置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關節這樣動 那就全部動對不對 我如果要個別調,要怎麼做呢? 按insert 按insert以後你可以調它的位置 ok 然後insert再按ins 這邊呢 我們現在呢 複製這個關節 就是ctl D duplicate 它複製完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translate的x呢 是0.7558 它加了一個1 所以代表是複製出來的 所以你這邊呢 在S軸坐標前面加一個負 它就過來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現在有兩組 然後第二個呢 是我們現在呢 要去替它命名一下 這邊呢 在hierarchy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heep1 blahblahblah 一個是heep 那這邊呢應該是左邊嘛 對不對 所以新的一個指定是 modify prefix hierarchy name prefix是自首的意思喔 文字的字 手是手尾的手 那這邊呢 就把它取名為left ok 所以你會看到它這邊就變成 left hip knee ankle bow toe 那再選到這個heep1 先把它的e呢 給去掉 這邊呢 modify prefix hierarchy name 這邊取名為right ok 所以你會看到就right hip一直到right toe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講義呢 到底是後面又掰了什麼 或自己都不記得了 Joint tool reset tool blahblah 這次畫脊椎喔 脊椎的話呢 就直接reset 然後不要 不要orient joint to world 就是直接重設這個關節工具喔 那這邊要畫脊椎 那脊椎的話呢 大概記一下 就是從back root back root是你的 等於就是你的pelvis 骨盆的關節喔 這個是整個關節結構裡面 層脊椎高的都是在骨盆喔 任何一個人做都是這樣 不管你做四族動物 還是二族動物 都是這樣子喔 那back root back a,back b,back c,back d,back e,back f back shoulder shoulder 然後再來是neck back neck back neck neck a,neck b 我看一下喔 skull 就open,就chin 喔好 可以開始畫了 我們就做到畫 畫完這些關節好了 從這邊開始喔 skeleton 這個有點討厭 拉開 joint tool create joint reset reset reset完以後呢 可以關掉 直接開始畫 從pelvis 大概這個位置吧 這邊應該是back root 然後再來就back a back b back c back d back e back shoulder 所以等一下我要調下面這關節的位置喔 因為其實有點太低了 再來是back neck joint 然後再是那個 coaches 畫完以後呢 這個關節呢 其實就是太厚了一點了 所以我想我要用來做 beet 顯示 join size istol 去開救 這個地方呢 整個 60 跳小 ok,所以整个呢,现在调小,调小完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是先取个名字吧 呃,第一个是backroot 然后backa 这应该其实按上下方向键啊,你这样子可以看 有没有,这样打开来看 所以这个向下方向键,这边是 enter big a 向下方向键,big b 向下方向键,enter big c 向下方向键,enter big d 向下方向键,big e 向下方向键,big shoulder other back neck 比較中間線 底線就好了 neck 然後再來是 neck a 最好是把這個圖弄出來 剛剛都看不到 neck a neck b skull joopen 其實你可以 也不見得一定都要有底線啦 有的時候直接打一個大血 就代表說是分底的就可以了 再來最後一個是jochin 在我想要調一下關節的位置 這邊我可以按4 我先看一下 back root的位置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back a 的位置通常會調的比較近一點 所以我要用insert的方式 按insert 調一下他的位置 讓他接近一點 ok 這個我調一下好了 這個應該insert 這個應該也拉過去一點好了 這個應該也拉過去一點好了 insert 我弄錯了 剛剛旋轉到 這是什麼 back shoulder back shoulder 應該要高一點 back shoulder back neck 這個可以 應該還可以 可以高一點啦 back neck 然後再來是 這裡 back ne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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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的話 應該就是 你的頭大概怎麼 怎麼去旋轉 有動到 insert ok 好 這樣應該可以了 5 目前是挺ok的狀態 先存檔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修一個東西 就是他脊椎骨的軸向會亂跑 所以等一下要修個這個東西 因為你看啊 我們現在呢切到 component mode 你會發現有的 y朝前有的 y朝後 等一下我們要修這個東西 好 那就先這樣 那還有一件事 忘了跟你說 就是在畫這個 joint skeleton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 primary axis 跟secondary axis 它的那個 primary axis 是說 當你在畫關節的時候 指向下一根關節的方向 是哪一個軸向 所以這邊就是 s軸直向下一根關節 然後secondary axis 是說 哪一個坐標軸 要盡量跟世界坐標軸方向相同 盡量而已 它沒辦法完全 所以你會看到它盡量都把 y軸會朝上一點點 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有的y是朝前 有的y軸是朝後 因為我畫的時候是一個s型 所以它必然會有的 朝前有的朝後 所以secondary axis 它其實是跟世界坐標軸會去對 有沒有看到這裡 因為這裡有一個secondary axis 跟secondary axis word orientation 有沒有 所以它這邊就會有兩個 就是會去對在一起 這個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那反正畫到這裡呢 我們就先讓大家操作了 這個 好